四族帶著紅貴賓狗出門 突然一隻體型巨大的黑狗衝上前 攻擊性十足 嚇得貴賓狗到處逃竄 這隻兇猛的黑狗 不是第一次在路上隨機攻擊 還會到處咬人 讓附近民眾實在很困擾 然後我就是把牠抱起來 都到我家門口 牠追著不放 哇 牠的四隻 牠的四隻很多屬帶 原來就是牠的牠的牠 牠的牠也是牠的牠的牠 依據動保法規定 牠是要有七歲以上的人辦公 就可以了 沒有強制要細狗連帶狗 但是有六個農委會公告的犬種 像比特犬 紐波利頓 然後犬這些 是必須強制細狗連跟戴口罩 牠是列為攻擊性權資 但是如果曾經有攻擊過人的行為 譬如說警察那邊有記錄 或有跟我們報過案的 我們查證書時的話 會限制牠也會列為攻擊性權資 以後牠出門也就比照 如果會公告那六個犬種 都必須細狗連戴口罩 警方一天內就接獲三起報案 事後法官依照違反 設違法罰事組一萬元 3月13號的時候 在復興路的212巷啊 有兩隻狗追咬路了 有至少三名被害的人 有向警察局報案 警察局有通報我們這邊 那我們就在3月14號 有派董某員到 市主住家反查 那市主是表示說 牠兩隻狗平常養在家裡 但是那一天3月13號的時候 開門不小心讓牠跑出去 當然因為這隻狗啊 我們有調監視器 有跟賈曲要到露營畫面 牠確實有攻擊人的情形 所以依動保法的 第20條第一項 把它列為攻擊性犬子 動保所強調 飼養危險動物 在公共場所要有成人陪伴 加上牽狗繩或口罩 如果沒有這些措施 可裁罰3到15萬 別讓愛犬傷了人 還讓自己的荷包失血 記者黃燒民 金融報導